大家好,我是中华基金中學何迪遜校長 身處我們新行這裡就是一個名型博物館 實際地質及氣候變化資源中心 在這個小小的地方 我們總共有600多種不同的礦物、岩石和化石 講到沒有礦物,就是我前面 關於Mineros和化學科有關 而我旁邊Fossils也是和生物科有關 即是化石 而另一邊岩石是和地理科有關 因為是Rox 我們在一個很簡單的管床裡 我們將生物科、化學科和地理科 跨學科隔閘一起讓同學多學到思考 其實講到學校我們推行自主學習 你會見到我們不同的specimens 一些的樣本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叫做QR Code 以為碼 我們就開透過手頭電話 探索這個QR Code 上到我們叫做中华基金中學 雲端的知識平台當中 而所有的資料 亦都是學生自己去贊寫和篩選的 原來透過我們上課 做一個移動學習 探索QR Code 同學和同學之間互相學習得到 大家學到的知識 這個其實在學校裡面 一個推行科學普及的教育 其實怎樣能夠推出社會當中 我們其實都推行了一些社區服務 邀請了一些老友記長者 小朋友和不同的家庭 甚至我們都服務過一些 視障和聽障的人士 來到當中在這個管床裡面 去學習一些生物多養性 物種的進化論 和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因為我們知道 為什麼多養性的重要性 就是因為 其實如果只要的物種 它比較多元化 其實我們的食物鏈 我們環境的系統 就能夠更加穩定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契機 除了學習一些自主學習平台以外 就是更加養到社區服務 可持續發展 以及我們叫做 網上雲端知識庫的當中的建立 而你看到在這個館裡面 也有不同的poster poster裡面也是涵蓋了 如果有不同的物種 有不同的化石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很知識性的 怎樣能夠建構去養到更加主題 我們有一個主題就叫做 45億年地球故事館 因為所有無論是化石 礦物 以及岩石的形成 很多時候都是跟地球進化市有關 所以同學在不同的領域 比如說 我們怎樣能夠更加主題式學習 我們可能是邀請到 剛才說的社區人士 或者我們學生 比如說 找一百惡幾 或者珠羅幾的時代 當時所找到的一些化石 或者岩石 究竟在這個館廠裡面 是哪幾個卷床 你找得到的 讓同學知道 不單止是化石 岩石和礦物 而是當初的物種的進化 例如這些已經絕種了的恐龍 或者一些我們叫做 trilobytes 已經絕種了的生物 讓同學更加擴闊了 不同的學習領域 這個也是我們 科學科的平台 可持續發展 和自主學習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我們經常都說 學生的學習 態度、技能和價值觀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覺得 要建構這些價值觀 功勇善其善必先利其器 我們一定要讓到 這個館廠 有一些實在的地方 讓同學去學習 去深化 我們才能把這些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 帶動出來的 剛才說到科學普及 普及是很重要的 因為要養到每一個同學 雖然他們都有不同的興趣 不同的技能 或者他們上來中學 有不同的小學 不同的文化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的適應 但是如果能夠讓到 有一個普及的學習文化 在當中 同學就可以自動去篩選 或者去深化 究竟哪一部分他們更加喜歡 剛才說到 project learning 一個叫做專題演習 如果同學能夠有很涵蓋的部分 即是有很廣闊的學習的一些方法 例如剛才說到科學科學習 他就能夠深化到這些命題 他是願意去研究的 變成在我們學校 我們都很盡力給同學不同的資源 例如說 我想跟這些生物科學友班 想繼續研究 那就可以 我們也有另一些房間 一些我們叫做 細胞生物科技研究的中心 或者一些叫做 科學及可持續發展的一些學習的中心 去讓同學做一些project learning 而剛才說的project learning 不單止是說 我看到一些動物的化石 那麼簡單 會不會有些活化石呢 什麼叫做活化石呢 就是 可能有一些植物 它可能在很多億年前 直至到現在 其實它都沒有特別進化到 它都可以隨著不同的時代 它都可以適應到環境的轉變 而這些植物呢 也都現在 在我們現行的地球的生物圈裡面 我們能夠找到 其實有些同學呢 就會拿這些化石的一些植物樣本 去做一些科研 剛才說到細胞生物科技研究中心當中 其實我們同學呢 都可以拿這些植物的提取物 去放進去一些癌細胞 其實我們癌細胞呢 有一些人類的血癌細胞 有肝癌細胞 也有直腸、熱腸癌的細胞 它讓到同學呢 將這些提取物放進去 這癌細胞裡 咦?我們都真的做了研究訓 它真的凋亡了、死亡了 那麼究竟它怎樣死法呢 會不會這種的凋亡、這種的死亡 是讓到同學 可以更加深化地學習到 會不會裡面都有一些化學物質 是可以做到一些抗癌 或者防癌的一些功效 那麼這個其實同學能夠 擴闊了那麼多 不單只是很簡單的 找到一些資料 因為這些資料 某程度上 直接找到一些二手資料 都可能是網上找到的資料 但是透過那個project learning 同學所做到的就是一手資料 因為是同學自己研究出來 而這些科研的項目 也是暫身 是未有人能夠去研究過 那麼當然這些同學 也都可能由初中開始 我們已經讓他們有這個機會 也都很感恩 我們也有不同的同學 在不同的本港 國外或者全球的化學比賽 得到這個獎項 不過獎項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透過獎項的比賽平台 讓到同學更加多機會 能夠跟到外界的不同的教授 以及一些協界人士去接觸 讓他繼續去改良一些的 項目的項目 而亦都給到他有很多不同的 我們可以給他 讓他更新化 做得更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